好,那它的尺寸修正了 然後我們就要進入 把參考圖弄進來的部分 好 那參考圖呢,從 Image Browser 然後去 指向 My Computer AC 桌面在哪裡 好吧,只好這樣慢慢點 User Desktop 參考用途 好,那我剛剛有講過 如果你要用 Anatomy for Artists 裡面的這張也OK 這張也是可以的 不過這張沒有角 就是缺少角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可能還是要用 這張加這張 加這張加這張 這幾張自己人工的 組成一張圖,或者就是你 雕一雕以後要換圖 好,就是先用這張做基本 雕上半身 那等到要雕腳的時候呢,再換檔案進來 好,也可以 那或者呢,就是選擇用 我放在 Marbox Reference 裡面的 Muscle 欸,等一下,按到什麼 好,他在亂跑 不管他 來這裡 好,他在亂跑 的這一張 00 Reference 好,就是這一張 那我先退回去一格 選Man Muscle 路徑 路徑是參考用途的 Marbox Reference Data 裡面的人的肌肉 Choose 好,那這張 好,這是我做好的 好,那但是我會建議你去處理一個事情 就是 目前這張圖是我處理過 原圖是 1411乘上12多少 那你可以開Photoshop 做版面把它做成 一樣大 做成一樣大 因為 這個跟剛剛那個我們在縮放模型的時候 有一樣的問題就是 你把圖丟進那個 那 Malbox的時候 它在背景圖的時候 你要縮放它 它不是用比例 它是用像素 所以你最好是給它等比像素 那你將來要縮放這張圖的時候 我就比方說 我直接打18x18 它就是1比1縮放 可是如果你進來圖檔是1411乘上1209 那你要放大1.5倍的時候 你就要人工去計算那個數字 就很討厭 所以 可能等一下要自己處理一下 因為我現在給同學檔案 還沒有做這個 並不是正方形的檔案格式 好 那如果不是正方形的 我先丟一次不是正方形的 我們看上一個目錄在這裡 選這個目錄 好 不是正方形是這種 那我先丟這張 好 丟到ImagePlan 影像背景 丟過去 回到這 現在是影像背景 那 我為什麼比較不建議 不要用這樣子 的大小進來的原因在於 ImagePlan在 Perspective的 ImagePlan這裡 那 當我要把它放大的時候 就很麻煩了 看到有沒有 來 那 它的長寬是1比0.757 那我要放大兩倍 就要人工算2 乘上1.64 要用這種方式 才會 是正常的比例 好 那 所以 比較麻煩 建議就是直接 把它做成正方形的 上下截掉沒關係 那進來的時候 這裡 你才可以直接做比例說法 好 所以 再改看一次 如果是用 我原始的 我修正過的那一張的話 ImagePlan 好 嗯 這裡 哇 那 好 那 這樣子就可以用這樣的說法 1 1 正方形 好 那我要放大1.5非1.5 1.5 1.5 就不用在那邊 呃 計算我要放大的大小 那個時候有一點麻煩 好 那我放大兩倍以後 呃 奇怪背後通通不見了 因為 深度 好 我們那時候在做鞋子的時候 有講過 它有深度距離 這圖是真的在空間中 所以就把它拖掉後面一點去就可以了 好 啊 我要從 這種區域開始 所以我希望上半身看得清楚一點 你就把它往下移 好 那這樣就可以開始作業 好 所以這個是 呃 前置作業的起始部分 還有呢 就是如果你萬一真的圖就是不出來 改成要從這裡來 如果圖怎麼樣從這裡丟不過來的話 你可能要改成從這裡 好 從這裡 import的圖檔的方向 就從這個路徑過來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Grid應該很干擾 所以可以把 右鍵Grid關掉 好 那右鍵Grid 或者是從這裡 再這樣子選 也可以 我比較不喜歡用這個方式 好 這個這樣子 跑好幾層 可以 好 所以請準備到這邊 謝謝